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提供市民更优质的运输服务 同时兼顾环保减碳 较完宣布 今年台北市将以达到650辆电动公车 投入运营为目标 我们在大众运输层面 优先推动2030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 目前电动公车数量 也已经突破了400辆大关 共有21条公车路线 18座电动公车充电站场 以及总计441辆电动公车 投入营运 数量是全国第一 另外我们还在筹备当中 209辆电动公车 预计于 今年将全数上路 我们今年将以达成全市 650辆台电动公车为目标 估算一年可达成 等同于42座 大安森林公园的碳吸收量 跟全球城市共同承担 减碳的义务 郊安进一步表示 台北市民最关注的市政议题中 交通永远排名第一 这显示公共运输及大家关注的 行人友善环境等 是北市府执政的重中之重 包括环保 居住 经济 育儿 交通 交通永远第一名 而且跟第二名差距都是非常大 所以表示市民朋友每天面对交通 公共运输是大家的日常 所以不管是服务的品质 搭乘的便利性 价格 通勤成本 交通拥塞等等 包括现在大家关心的 行人友善的环境 都是我们市政重中之重 台北市目前已经有 3065辆无障碍公车上路 展现服务行政府关怀弱势的一面 讲完其免 科运业者继续秉持服务市民的精神 协助打造台北市成为一座温暖城市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松山文创园区旁的烟场路上 竟然有民众划划板 台北市警察局信义分局巡逻远警 发现后立即前往制止 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 开单举发 巡逻远警一发现路口上竟有民众 完成滑板立即前往制止并开单举发 这样夸张危险的行径就发生在台北市烟场路上 以示要到园区参加相关活动的男子竟然不顾来往车辆 直接划起滑板穿越路口 被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开出法单 当日松烟文创园区举办相关活动吸引滑板爱好者前往参加 少数滑板爱好者违规穿越道路 经警方发现上前一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78条予以举发 警方呼吁行人物任意于道路奔跑 吸系或使用滑板 以免造成自己与他人安全危害 警方表示包括滑板滑板车及直排轮等运动休闲工具 建议在封闭区域或是相关运动场所使用 以免影响交通威胁自己与他人的安全而受罚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当代艺术馆 今年第三档主题大展Signal Z 延续培育当代青年艺术家的理念 由策诊人庄伟茨 邀集15组数位原生族群的Z世代艺术家 以景观的概念串接出异态社会下 当代生活的观察与体验 探索当代社会中各种流动的特质现象 从影像所创造的景观作为展览起点 艺术家黄宜佳吴博威 使用喷漆图像与动态录像 相互交叠出异于日常的感知体验 Signal Z策展人庄伟茨已诞生于网络时代的Z世代 经历后现代社会下所出现的各种现象 作为展览主题 邀集15组Z世代艺术家 企图呈现Z世代处于后全球化时代下 真实与虚拟世界中随处可见的各式景观 这个展览其实引用了有一个社会学家叫鲍曼 然后他有一本书叫《易态现代性》 基本上从21世纪以后他认为我们的社会 进入一个易态的状态 那所谓的易态指的是流动 然后他认为其实唯一不会改变的事情 就是变迁流动这个状态 那引用这样的想法 我去思索的是 在台湾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里面 怎么反映这个现象 它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这次邀请了15位组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从对于影像经验的探讨 然后流动空间 流动情欲的探讨 再到这个身体 身体跟影像的关系 或是时间的关系 以及地方景观的变迁 它其实反映出了一个不断变化 模糊 然后暧昧难解的状态 展览指向平滑影像 流动空间 当代身体 消散风景 四个议题 让参观者从作品中 感受到艺术家在现实生活中 感受的零零种种 属于异态时代中 共通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比如说以影像来讲好了 第一个区块 就是有个关键字叫平滑影像 那所谓的平滑影像 讲的是 像我们在看手机 你非常非常快速地 在滑动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影像 你是在一个不清晰的状态下 去接受它的 因为你不需要一直盯着它看 可是这种影像经验 反映在绘画里面 你看到的是 艺术家开始用喷漆画画 他画了一个很像影像感 很有影像感的作品 然后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 艺术家或者是画家 更强调笔触 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比较粗的 比较粗广的笔触 比较快速的笔触 去回应这样的影像经验 所以这个是 绘画跟图像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 刚刚提到空间的部分 有的作品 其实在谈 同志跟酷儿的情欲 如何在公共空间中流动 然后也会谈到 实体跟虚拟空间的交换 就是空间流动的状况 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生活 其实有一部分 是在虚拟空间里面 那艺术家如何 非常聪明地 聪明地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用一个艺术的手法 表现在作品里面 然后再来是 关于当代的身体 其中一个作品在谈的是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生活 其实是被 一个循环的时间制约的 比如说周年庆 比如说11111 其实你会很不自觉地 跟着这样的节奏在动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们喜欢拿着手机走路 边看边走 其实我们的身体跟影像 也有一个这样分不开的关系 所以所谓的当代身体 是在谈 我们如何理解 现在的身体 跟这些资讯 或者是时间制约的状态 那最后一个部分 是消散风景 消散风景 其实在谈的是 先从一个艺术家家里的商行 开始谈起 因为他因为火灾 然后再加上市场没落了 所以景观有了一些变迁 他透过创作去追忆 他的这个老家 就是阿嬷的杂货店 就是跟他的关联 然后接下来到 2011大的空间 大家会看到 不同的艺术家 进入社区 或者是升级到 桃园航空城 去理解那个都市计划 变迁之下 我们地方的景观如何变动 就是他其实变更的很快速 有很多东西 私人情感跟记忆 还有历史 其实都还留在那边 是来不及被处理的 那最后一件作品是 关于一个 已经倒闭的产业 早期叫幸福牌的一个收音机 那艺术家把那个招牌 把他们的招牌 从台南车站拆下来 去谈就是在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台湾有很多传统产业 因为这样倒闭 那什么东西被留下来了 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透过这些景观的重塑 去理解这个变迁的状态 这样子 台北当代艺术馆Signal Z 将于7月29号展出到10月22号 展览以艺术为媒介 呈现Z世代艺术家 对于当代意态社会景观的多重描绘 引领观众一同获得回看生活的契机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四成的上班族暑假靠长被照顾孩子 其次是送安亲班幼儿园 而为了让放假的孩子不无聊 7成5的父母会额外为子女安排活动 一块来看看得花多少钱 漫长暑假可以尽情玩乐 小朋友开心 但家长就得伤透脑筋 在上班的同时要怎么照顾子女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四成是靠长辈神救援 其次是送安亲班幼儿园 另外为了让小孩度过充实假期 7成5的父母会额外为子女安排活动 像是国内旅游体育活动等 平均得多花19890元 在我们的调查当中 其实有四分之三 也就是大概7成5的家长 愿意帮子女去安排活动 而在安排的活动当中 又以国内旅游为最多 大概是占了四成多 其次是体育活动 再其次是学科补习 但是这一些活动 通通都不是免费的 如果要能够让小朋友 在暑假充分的放电 把这些本来应该在学校 花掉的时间去做支应的话 他们可能也必须消费 比较多额外的金额 目前我们统计的结果 平均增加的花费 大概是在19890元 将近2万元的额度 在我们的整体调查的家庭当中 这其实占了他们22%的家庭收入 也就是已经超过五分之一了 所以其实如果要能够去帮 小朋友安排一个比较充实的暑假 其实银蛋也必须准备好 那暑假其实除了时间的支配上 还有就是有没有人 能够去照顾他们之外 他们也很怕 小孩没有了学校的约束 可能在生活上 很多作息会出现脱续的状况 所以在家长担忧的内容当中 其实目前比较最担忧的 也可以分成不同年龄层的学生 来做参考 在国中小的话 其实他们最担心小朋友网路成瘾 因为小朋友一到暑假 仿佛上网的禁令就被解开了 然后就无止境的上网 他们很担心小孩在这个阶段 会养成网路成瘾的状况 那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 台湾青少年网路成瘾的盛行率 大概只有3.1% 其实这个数据已经是比欧美来的高了 所以这个确实是很多家长担忧的一个警讯 那在学龄前的幼童来说的话 那也许他们的座席还没有什么可以捣乱的空间 但是最怕的是他们可能没有人接送 这个可能会是他们最担心的 那除此之外 补习费用太高 暑期的课外活动花费太高 这个也都是家长担忧的项目 暑假也是各种儿童下令营 社团活动旺季 像是以魔术表演教学为主的魔术师饭团 暑假期间收入相较平时就多了10万元 因为每个季节 它的魔术师的表演的客群都不一样 像寒暑假其实大部分魔术师 接的大部分都是生日派对 除非到了什么中秋节 就会接什么社区场 所以说就暑假的话是 天子场的儿童派对会居多 有时候平日会有人找我去变魔术 但是因为暑假的平时 大部分现在已经被儿童的魔术营塞满了 所以被人说只能推迟掉 暑假只能接六日的案子 大部分他会把他安排就是塞满 因为他们其实家长 其实上班的时候 没办法雇小朋友 所以他可能一早 早上可能9点就把小朋友送来 然后早上就一个社团 然后下午就参加另外一个社团 可能到4点半5点这样子 另外根据调查显示 近半数企业有优于劳基法的育儿福利 提供员工包括弹性工时 带小孩上班 提供育儿津贴等 还有可以在家工作 也让家长减轻不少育儿压力 因为我的小朋友平常都是给保姆带 那如果说像之前保姆确诊 或者是说他们家里有什么事情的话 其实我只要随时跟公司申请居家 他们就会让我在家里上班 那像有时候公司会有线上会议 那老板也是人蛮好的 他就说没关系就是你还是照常开会 小朋友在旁边没关系 那只是说可能要把声音关掉 那不要去影响其他同事这样子 不会说因为说因为我们带小朋友 然后就觉得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两岁真的还是需要很需要照顾的时候 然后他的作息啊 还有睡眠时间那一些 就如果乱掉的话 其实家长自己也会很辛苦 对 那所以我觉得公司能够提供这样的福利 真的是给职场妈妈就是很大的弹性 那你也不用担心说我这样子做那可能公司会怎么看我 就是大家都还蛮包容的 那所以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暑期不仅是要把这个时间花来陪小孩 参加很多的国内旅游活动等等 或者其他的客外活动 也要把钱花在投注在小孩子这个时间上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都是一个蜡烛两头烧的情况 时间跟金钱都有压力 那所以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企业和国家能不能提供在育儿上面的一个后盾支持 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也有针对育儿福利这个部分来进行企业的调查 那我们发现大概有近半的企业是有提优于劳基法的育儿福利 而且其中最多的大概就是弹性工时占19.6% 那另外还有18.7%的是让你可以在暑假期间 把小孩带来上班 除此之外包括育儿津贴 居家工作学费补助 这个大概会是依次是目前企业提出来 优于劳基法的育儿福利的几个优先项目 而根据参与调查的上班族自评 家庭收入要达到9209元才养得起孩子 和调查中的平均薪资89464元 仅相差2545元 显示育儿的上班族确实会在收入达标 经济能力稳定后才敢生养子女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与世产业 再带你来看 2023台北马拉松 12月17号将在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广场正式开炮 今年更首度引进国外盛行的早餐炮 将在正式赛前一天举行 邀请市民朋友 跑者带着家人孩子或朋友 一起用不同的方式参与台北马拉松盛事 台北马拉松报名开炮 专业赛事仅供马拉松和半城马拉松两组别 不过今年首度引进国外盛行的早餐炮 欢迎市民带着家人孩子一起来唱 亲自三公里欢乐跑 大家都知道台北马拉松 它是全国最专业 也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马拉松 每一年都有两万八千多人报名 那其中全马有九千人 半马有一万九千人 每一次的报名都是秒杀 所以在跟大家鼓励参加报名的时候 我也要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台北马拉松 台北马拉松它除了是我们台湾参与人数最多最专业的马拉松之外 它也是台湾第一个获得英国标准协会BSI认证的 我们的碳足迹认证的一个马拉松的赛事 永续跟环保是我们这个马拉松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每一年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宣导能够来降低这个我们的减碳的一个工作 以每一年百分之三为目标 我们希望在2027年可以达到总减碳 百分之二十这样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透过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第二个呢 台北马拉松也是获得国际田径协会 银标认证的赛事 在2020年我们首度拿到银标签的认证 2021年也拿到了精英标签的认证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争取到更高等级的认证 让台北马拉松成为我们台湾最骄傲的一场比赛 那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呢 台北马拉松呢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单位 我们除了在奖金的部分呢 我们针对国内的跑者有设置男女各十万块的奖金之外 我们也谢谢富邦哦 有加码各33万的这样一个奖金 我们谢谢鼓励一下 因为呢今年有几个比较值得大家来这个了解的一个特色 就是刚刚主持人其实都介绍到了 今年我们首创欢乐早餐马 我们希望就是说除了在比赛当天 我们过去都只有全马跟这个半马 我们希望呢在前一天 我们举办一个三公里的欢乐早餐马 鼓励全家大小一起来共襄胜举 让我们这个所有喜欢运动 或者是你可能之前都没有运动 但是你想要来感受一下国际赛事氛围的民众 都可以惜家带卷福老惜幼 来参加我们今年的这个台北马拉松 同时感受到台北市的美 跟台北市的这个热情 还有它的一个动力 我们体力协会也会配合台北市政府 我们会邀请精英的选手 男女各六位来参与这次的一个比赛 希望借由他们的一个参与啊 来提升我们国内这个马拉松的一个水准 那我们已经有二十八年这个高挂的一个全国纪律还没有打过 我们希望借由这次的比赛能够来打过这次全国纪律啊 那环境的这个永续啊是全球的一个共识 那我们也是我们世界典型总会啊努力的一个目标 那二零二三年那个标签的一个赛事啊 更是将永续的计划列为这个评估的一个考核 那我们田律协会啊 都最近这几年也都有在办这个 我们田律协会啊 最近这几年也都自立啊 将台湾的马拉松啊 那个朝国际这个方向来前进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国内啊 都能够多办机场的这个 WA标签的一个赛事 那我们协会也会尽力的来协助 这件比赛的赛事 能够能永续的一个发展 马拉松能够优化 同时近日迈进了国际优质的马拉松赛事之一 我们非常的感谢台北市政府 我们马拉松那个全国田律协会 二零二三的台北马拉松呢 今天下午四点我们正式来启动这个线上的报名 这个全马呢 我们预定是九千人 报名结束以后呢 我们抽签 办办马呢 大概一万九千人 以报名的先后顺序 明有 截止 明有一线 我们媒体朋友 能够给我们大陆的宣导 让更多的爱好跑步的朋友 来参加这个台北马拉松 让我们这个台北马拉松更精彩 更有好的成绩表现 同时呢 也避免我们这个爱好跑 爱好马拉松朋友呢 呃 措施这个良机啊 啊 刚刚呢我们的王岐长也提到 10月26号呢 我们要先举办一个 这个早安的亲子路跑 山公的亲路路跑 台北马拉松是台北市 全体市民 我们大家都马拉松啊 大家来参与 呃 大家共襄来盛取 这个早餐马拉松 所以今年是特别 我觉得是非常的好 我们很热烈的欢迎 台北市的市民 能够提早来给你们报名 来参加这个 这个很好的一个运动 赛事12月17号 将在台北市政府前 市民广场开炮 活动赞助单位表示 国内跑者 突破台湾马拉松记录的话 会给33万元的奖金 透过激励 鼓励台湾选手 持续超越自我 记者问君 台北报道 台湾师分大学 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与中佳宽屏合作举办 公用频道手机影制工作方 首场活动在台北展开 为期两天的课程 交到民众用手机 产制影片 并融入桌游活动 用轻松有趣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公用频道 存在的意义 这个已经没救了 对对对 那我怎么办 充满趣味及挑战性的桌游 让工作方学员 化身为影音创作者 绞尽脑汁 要在自媒体 兴盛的时代中 存活下来 连续举办三届的 公用频道手机影制工作方 今年特别融入媒体素养 主题桌游活动 让学员从游戏中认识媒体 生态 了解公用频道的特性 最大的收获就是公用频道 其实受到很大的保障 那你有权利可以在上面 发表你的意见 然后不会被其他的人影响 这样 这个桌游叫做公平舞师 然后它主要是在模拟说 在自媒体当代的环境里面 我们是一个影音创作者 那我们该如何在这个 自媒体平台 兴盛的状况下面如何存活 那你是要在自媒体上面 放你的影片呢 还是到公共频道上面去放 那你不只在自媒体上面放的话 可能会遇到一些同业的竞争 或者是一些合作 或者是一些恶意攻击 这样子 那公共频道可能 虽然它获得的流量比较少 但是它却保障了人民 可以有一个发声跟宣传的权利 这样子 主要来说 这个我们这个桌游可以希望民众 就是它可以透过玩游戏的方式 了解到公共频道在 虽然在现在媒体生活 媒体环境很乱的状况下面 它还是保有民众一个媒体的禁用权 跟你可以发声的一个权利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游戏 你可以对公共频道 它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这样子 除了以边玩边学的方式 让民众认识公用频道 另外活动更聚焦在影像拍摄 剪辑等技术性课程 让来自各方背景及世代的学员 集思广益 产制更多元的节目类型 一开始是对用手机剪辑影片 还蛮有兴趣的 那后来发现它是专门在介绍公用频道 那稍微看了一下的话 也对公用频道希望进一步的了解 自己对环岛或是旅游这种主题比较有兴趣 那在这里学习之后 发现有公用频道这一个管道 那之后如果真的有拍成影片剪辑出来的话 也会主动投稿在公用频道上面播放 对啊就是刚刚还蛮期待说 最后老师说如果有兴趣或者是我们的成果 是有机会在第三频道的公用频道上面做展播 还蛮特别的 因为公用频道好像就是由民众主动投自己的作品 跟自己想说有话到这个频道上面 跟以往我们被动的接收到资讯是不害一样的方式 然后希望这个工作坊就是可以让我们更手机一些剪辑影片的技巧啊 或者是增加一些特效啊 然后因为我本身之前 我本身是很少去做剪辑影片的 所以才会想说来参加这个工作坊 可以让自己在媒体这一块有一些新的资讯跟一个技能这样子 就我们来活动的民众 从年幼的小朋友到比较年长的长辈都有 那我们会先以就是比较基础的 手机基础的操作为主 等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会进入比较深入的一些课程 比如说教大家一些运镜也好啊 该如何运镜 然后手机如何做一些比较稳定的持镜 然后再来就是更进一步的 就如何去剪一些比较有趣的画面 那还有一些镜头的一些构图上面 然后再来最后则会教民众 请民众他们做一个计划 以小组的方式做一些计划 然后计划说海北的民众或者新北 但海北地区的民众 可以在这个附近有什么样子的活动的状况 有哪些文化也好 历史也好 或者是一些故事也好 可以透过影片的方式去呈现 那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计划出一支影片 中佳宽平与台湾师范大学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合作举办公用频道手机影子工作坊 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用手机就能够产自作品 并且在公用频道中播放 丰富公用频道的节目内容 吸引观众收看 也欢迎民众踊跃申请使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由台北市政府主办的台北市文化创意产业扶植计划 在疫情三年后以美好预见的概念再次出发 带领12家台湾荣获国际设计奖项 与全球募资的文创品牌前进日本 市长蒋湾安在文化局长蔡师范等人的陪同下 参观参展业者摊位 有让消费者体验组装的皮件 还有使用台湾废弃与网再生材料制成的眼镜 以及用软水泥材质制作的配件与手工软造 上百种创意设计商品都让蒋湾安感到相当惊艳 大战每项产品都极具创意 更结合永续与环保议题 刚刚一进来走了一圈 哇我真的非常的惊艳 看到这一次12个文创伙伴 要到日本参展 大家的产品设计 真的每一个我都好喜欢 你真的要我选牌真的选不出来 要哪一个每一个都是 我非常的有创意 而且融合了 现在我们大家很关心的有序的议题 强调的环保 我想这一点真的是台北的骄傲 台湾的骄傲 其实我们新市府团队上任之后 非常重视文创产业的推动 所以今天得知我们即将有一个团 要去日本东京参加这样的一个大型盛会 当然因为过去疫情我们停了 但是我就要从2015年开始 我连续五年都有参加 而且大家在每一次在日本东京的这个设计展 都表现非常亮 总共好像有五个大手 然后我们的团队都有得过四个优秀手 其实刚刚看了一圈 我觉得每一个包括我们用飞曲网做的眼镜 那个戴起来很酷 而且这个材质 其实我自己是大金氏 我有很多副眼镜 常常被我压坏 但那个其实材质非常好 然后还有很多我们非常具有设计感的背包 然后都没有红线或接合的地方 DIY就可以自己组合 强调的环博圈 非常好看 然后还有包括很特别 我一看以为是一个石头 但其实它是手工罩 然后另外非常多 还有一个很特别 我知道原来喝酒口感要好 它搭配洗衣很特别 然后不管是还有水等等 都非常的精致 所以到一路过过来 非常多的产品都让我非常喜欢 所以这一次我相信 我们12支队伍到日本东京 一定可以大放光彩 台北市文化创意产业扶植计划 自2013年起 以台北KONUS台北创意生活馆 带领国内文创业者参加国际性展会 今年台北市文化局长蔡师平 将率领12家文创品牌业者 组成台北文创领航代表队 前进日本参加日本东京设计商品展 展开一场台日文创产业交流的美好遇见 这一次我特别请蔡师平局长 当我们的大队长 带领大家到日本东京 那我相信这一次 我们一定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会设 平台彼此的交流 学习 那一直以来 我们除了推动文化才能的发展 而且我们的一个理念 是希望用文创为基地 政策为主筹 设计于媒介 然后科技作为一种工具 那我们是以环境永续为一个导向 我们希望能够朝这个方向 来协助我们所有设计界 以及或中介的伙伴 各位都有非常丰沸的创意 那我也希望在实际面 我们是否可以协助各位 不管在各项的资源 经费的益助 人才的招募 我想这些都是大家实际上 面临到的一些状况 困我们台北市 一定接近所能的给予大家的支持 这次参展的12家品牌 展出创意文具 生活品味 居家美学 以及风格配件等 超过100项创意设计商品 呼应美好预见主题 强调以品牌传递永续理念 诠释专属于Type Conus的风格品味 我们是用低碳牌的PPU皮革做包袋 然后我们主要也做了一个 组合式的一个概念 在这里面来讲 我们的大包小包都可以自由去组合 并且可以依消费者的使用方式 去决定自己身上 攜带的商品或空间的大小 过去在做旧型的PPU的时候 它是用湿湿或干湿 它都会造成水污染或者是空气污染 那我们这次其实是做了一个 跟厂商一起共同研发的一个配方 然后是PPU 那是一个比较环保的制程 它可以再减少空气污染跟水污染的排放的产生 我们品牌主要做的是软质地的产品 那用冲突美学的概念 贯穿我们品牌所有的产品 视觉上看起来坚硬粗糙 但实际上使用却是柔软质地的实际好用的产品 譬如说这个是软质地的手工罩 像一颗岩石斑一样的软质地的手工罩 但是它却可以很好的清洁 有温和的吸进力 是弱酸性的酸减质地的手工罩 主要我们品牌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从材料开始去做研发 从材料的源头去进行设计 然后再到生产制作 那软水泥的部分是混合了细胶 橡胶 水泥砂石等不同的颗粒去做制成 那像这个罩的部分 还是秉持着有甘油纯水 但是我们特别加入了海藻胶的精华 然后去以及一些植物性跟矿物性的配方 做到这个造的一个质地 2023日本东京设计商品展 将在7月19到7月21日登场 台北KONUS展区 还首次运用3D技术 导入AI系统 将台湾著名指标101大楼 与台北一文场馆导入展区空间 更透过AR设计展现商品 增加买家对产品的资讯了解 也看见台北市的文化创意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第二十届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 7月28日在加拿大登场 内政部长林武昌 特别授旗给代表团 祝福34名警销选手 全力以赴争取夹击 提高台湾的能见度 在警政署大礼堂 内政部长林武昌 亲自授旗给代表团团长 警政署副署长陈永利 第二十届世界警察消防运动会 7月28日到8月6日将在加拿大登场 这次台湾代表团共有22位警察 及12位消防员参赛 参赛项目包括射击楼道等项目 林武昌祝福选手都能全力以赴争取夹击 我们警察人员22名 消防人员12名 以及防护员1人 总计36名 参加的一个项目有办法涉及楼道游数 田径建立羽毛球游泳 还有冲浪等等的一个项目 副长那边欺勉各位选手 能够全力以赴争取加期 为国阵光 运动后射击 一样一样运动后射击 一样运动后射击 林武昌也一一与参赛选手握手 为他们加油打气 由于世界警销运动会 共有50多国将近万名选手参赛 林武昌也期盼代表团选手 能把握机会进行国际交流 提高台湾人见度 希望各位全力以赴投入竞赛 也借这个机会做这个 我们的一个国际的交流 也做一个外交的一个工作 特别能够跟世界上各国 有近万名的警察消防人员 能够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机会非常的难得 也希望大家借由竞赛的过程 交到更多的一个朋友 也提高台湾在世界上的能见度 据了解这是台湾第13次组团 参加世界警销运动会 上一届代表队在楼道设计 与田津项目共拿下44面金牌 28面银牌与24面铜牌的好成绩 为了让选手获得完整运动 照护训练与恢复 警政署这一次也特别聘请 专业防务员随队出征 让选手以最佳状态参赛 争取最高荣誉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为了鼓励民众结缘用电 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出服务业 太换节能设备补助 从原本灯具及中央空调两项 扩大到冷冻柜电冰箱等七项 补助金最高上限提升到300万元 在台北市长讲完 经济部人员局代表 及台北市电气同业工会理事长等 人共同启动下 台北市服务业太换节能补助 即日起开放申请 为了鼓励更多业者加入太换节能设备行列 今年不但从原本补助灯具及空调系统 从两种品项扩大到七种 最高补助金额上限也从200万元增加到300万元 这个政策我们在过去几年也有具体的成效 包括我们在六都里面 是在节点整个减少用电 是六都里面唯一的城市 而且我们节点比率也达到4.2 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放欢了 我们对于服励补助的范围 从过去原本只是灯具 还有冷冻空调系统 那这一次我们包括像日常的电瓶箱 还有包括空气门帘 还有冷冻柜 以及冷藏库等等 这些我们把它放欢 而且我们也把整个鼓励的上限 从原本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 其实坚能减碳以及環境永续 一直是我们实证很重要的主轴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些政策 希望能够透过公私协力的方式 来达到节能减碳 那过去的成效也是有 在我们包括市民朋友 以及中小企业 大家共同努力合作 所得来的成绩 服务业者也很肯定 北市府推出 台湾节能设备补助措施 不但大幅降低用电度数与支出 省电节能效果显著 台湾经费的补助也有助于 业者持续进行节能规划 形成善的循环 我们做的是公共区域 所以因为挑高6名 所以工程师用适挑高 这次我们花了500万 它补助了差不多16%的 那种能源补助分析 它可是我们的效益 可以达到 节省36% 每年差不多可以省下 33万固点 所以我们大约4年就可以回收 这一个工程费用 那接下来我们客房也是陆续 会来更换这一级能效的 空调产品 我们是有在做一个长期的规划 那逐步开换 所有的电器设备 可以拿检考 那刚好市政府有推出这个节铁的法案 所以我们就顺势就申请 因为那一个我们是冰水主机的泰款 那冰水主机它的单价非常的高 如果没有政府市政府的补助的话 摊平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很难达到收益品 那申请这个方案之后呢 让我们在8年左右就可以做一个摊平的动作 记者会现场也邀请到12家知名品牌共襄盛局展示各项节能设备 北市府方面表示民众从6月30日起购买节能产品 泰换老旧设备都能申请补助 申请期间从即日起到补助款9500万元用完为止 呼吁想要申请的民众动作要快 共同为全球节能减碳尽一份心理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和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急用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新安入174项后方的大树被强风吹到 断裂的树枝直接插入民房的屋顶客厅现象还生 是白天的话真的是这样真的是很吓人 刚好走到这里刚好要下来 不是马上 对啊 太危险了 对啊 天外突然飞来一根大树干 直接就插进民宅的屋顶 穿破铁皮屋让居民吓破胆 你看这步又是风又是雨 对啊 我就请他赶快去串里 别的地方先站住一下 大树干直接压到民宅的屋顶 其中一根树干不偏不倚 管传屋顶造成一个大洞 索性屋主当时在卧室休息才逃过一劫 这棵树的上面本身也是 树根整个已经都腐烂掉了 这长时间我们曾经有报过 这边就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地方 那大概在四年前曾经在174巷的70号 也有发生过类似像这样子 也是打到那个里民住户的屋顶 倒下来的大树 树根都已经腐烂掉 加上大雨压垮民宅屋顶 由于先前也曾经有大树倒过 压到民宅 没想到又再次发生 这里啊我们之前跟里长有做过会刊 然后他们也是说没有立即危险 只是对于这个旁边的杂草 只是做于一些修剪而已 那我要建议市政府跟国有财产署 对于临近民房的这些 超级大的这种大树 要定期的修剪 才不会台风来袭之前 台风来袭把造成我们这个汉事 大树压坏民宅 市议员何淑萍立即通知区公所 前来处理先调派大型机具 将大树移除 后续将要求市政府 和国有财产局等单位 针对边坡树林进行整理 并做好安全维护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另外强风造成必杀公园 接连两天发生露树倒下的意外 其中有一辆货车 连续两天都被压到 市政府产发处说公园有保险 会进行处理 公园旁的大树不敌强风 硬身倾倒 当场砸中这辆货车 而倒霉的是 就在前一天 这辆货车 才遭到另外一颗大树击中 车主将车移到另一边停放 没想到还是遭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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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停车方便 但接连两天发生露树倒下意外 仔细看 倒下树根都已经腐烂掉 担心未来会发生类似情况 市议员许瑞茨建议 区域是属于港区范围内 那我们对于港区内有些公共意外的话 我们都有进行一些保险 那后续针对这个车子有损坏或 必须修复的一些费用 我们到时候会请保险公司来进行 那我们都会定期去做检查 如果说那个树枝 那个枝叶比较过微茂盛 我们都会进行树枝 如果有生病的话 因为我们农管科这边有专门的 我们也会去进行一些的检查 如果真的是有倾倒疑虑的话 我们就尽快把它移除掉 好在公园有投保公共意外险 受损的车辆都可以获得理赔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欺读模范父亲 继好人好事代表进行表扬活动 府会首长都亲自参与 市长还一度红了眼眶 坐在台下的基隆市长谢国良 一度眼眶泛红 泪滴在眼眶中打转 看到摄影机赶紧收起情绪 就因为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位 在台上致辞时的这一段话 我想这个模范父亲的表扬 除了表扬我们在座的模范父亲 感动也很想流眼泪 我觉得对一个父亲 一个对小孩子的一个照顾 跟疼爱 我想从谢国良市长身上 可以看出来 据了解市长谢国良突然受感动 是因为女儿小爱 前阵子刚好身体为样 议长童子伟一席话 直接触动谢国良作为爸爸的心 而这段小插曲的现场 刚好在父亲节前夕 七堵区在七堵国校演艺厅 举行112年 模范父亲祭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时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张耿辉曾宜芳 以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郑文婷议员都亲自参加 恭贺21位分别由七堵区 各里办公室 以及原住民推举出来的模范父亲 和12位好人好事代表 市长谢国良真心表示 自己也是成为爸爸后 才真正感受到身为爸爸 对家庭以及孩子的责任 因此特别感谢七堵区 各里的模范父亲 也感谢各里的好人好事代表 对家庭和社会的表率 我们是不是再一次掌声 来鼓励一下我们的模范父亲们 好不好 恭喜我们的模范父亲 我很惊讶但是不意外 我的牧师今天也是 我们的模范父亲之一 非常感谢 我想今天这个日子 主要是要感谢我们的父亲们 包括小岳爸爸 也是做的父亲才知道 真的父亲其实有很多工作 也是很重要 一个孩子的过程中 不能没有母亲 这是最重要的 但同时 父亲的角色 也是真正对孩子的事 比如说小时候 看不出来 长大以后 一个好的父亲 一个好的母亲 造就一个完整的孩子 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其实讲真的 小岳爸爸以前不太了解这些 这些点点滴滴 但现在感受也非常深刻 所以对你们事实上崇高了敬意 另外对我们所有的好人好事代表 也谢谢大家 在社会付出善心付出爱 激动市议会议长 通知委更是特地带领副议长 杨秀玉 议员张耿辉 曾宜芳 以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郑文婷 和市议员 陈明健的服务处主任等人 一起在台上 感谢受表扬的模范父亲 和好人好事代表 我要感谢所有父亲 对家庭还有子女的奉献 建立起台湾 照顾家庭 和社会付出的传统 这也是我们基隆最纯朴的精神 能够获得模范父亲得奖 是社会最好的典范 期盼在这充满幸福和荣耀的时刻 向所有的父亲 都表达最深的记忆 每一位受到表扬的爸爸 都非常不容易 相信每一个人在这家的背后 都有平凡的当中伟大 不管是爸爸的子女 还是面对人生日中的困难 都是值得令人感动 还有光荣的小故事 最后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 我们个人的好的好事代表 你们都是我们继承 最美丽的风景 燃烧自己 奉献他人 付出无所求的幸福 精神的值得所有人来学习 尤其是我们政治人物 各位都是我们的老师 还有我们的贵人 期许这善的能量 继续在基隆绽放 再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家隽等人 陪同下一起合影留念 提前庆祝父亲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台日符轮社裴育新血人 希望台日双方的青少年朋友 羽球会友 台湾和日本的青少年混搭 一起比赛羽球 这是由国际符轮3490地区 基隆东区符轮社主办 新北瑞芳符轮社协办 邀请来自日本属于 基隆东区符轮社 日本姐妹社的八代男符轮社 伴依的台日符哨团交流活动 特地在新北市瑞芳高宫 举办延移性质的羽球比赛 希望让台日双方的青少年朋友 羽球会友拉近彼此的距离 也培育符轮社的新血轮 并结合了日本的八代互动社 八代符哨团的六位同学 以及台湾的瑞芳符哨团五位同学 还有新北恒应高中的符哨团 三位同学 还有基隆安乐高中符哨团的八位同学 一起来做这次的符哨同学交流活动 然后希望这次同学们 可以通过这次的交流活动 就是可以 他们这次会有做公益 也有做体育交流 体育竞赛交流 然后也有去就是参观 带他们参观我们台湾的一些风俗文化 还有一些景点 希望可以通过这次的活动 让他们增加国境观 然后对于他们未来的一些发展 一些服务 有更好的发展跟影响 那这次很开心 能够有八代南 福人社他们 带着他们的符哨团 一起来台湾 跟台湾的这些符哨团 一起来交流 那今天是一个 羽球的一个活动 我想羽球是非常适合东方人的体型 也是日本跟台湾一直以来都在推展的一个运动 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 可以让双方有更深的一个情谊 属于符轮社体系下的符哨团 由12到18岁左右的青少年组成 由于基东东区符轮社本身没有符哨团 因此特地邀请友社 新北瑞芳符轮社及符哨团协办这次的活动 而新北瑞芳符哨团就是以瑞芳高工为基地 以瑞芳高工学生为主体所组成 未来在进阶层符轮社有 非常开心 就是也可以让我们瑞芳社所辅导的符哨团 可以参与这一次 然后可以促进国际交流 然后认识彼此之间的文化 然后也是非常感谢今天 能出办这个活动 让学生们有一些很好的回忆 也可以认识到国外的学生 符轮社创立符哨团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了 所以我们常常会服务社区啊 服务地方也从大人们身上 以及同学们身上 还有团员们身上 学到了非常多 台日双方符轮社长也在一旁 自己来一场友谊赛 虽然语言不完全通 国语 日语 英语 台语 夹杂肢体语言 匕首 画脚 反而更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增进情谊 记者吴俊松 新北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 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绝不肯装在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价罚很大 1.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再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巨检或巨测罚更大哦 2.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价再犯 巨检及巨测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价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5.未完成酒价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6.慢车酒价也加重处罚哦 酒价零公券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機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折折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处2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坐 叫什么名字啊? 小布店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奶奶虽然打你我干一面 嘿 不要怕 小布店 我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陈时中 我也要打流感疫苗 你也是大人 也要打疫苗喔 對啊 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都应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的健康 快打流感疫苗 快健康喔 大家好 我是水美琳 一宝八年就 高丽所在靠边教和高丽病断心目的期間 自一宝九年一月催一开析 到一宝九年二月催促为止 靠谷他无人 救护高丽所在开你的靠边教和高丽病断 可以透过望楼方式办理病断心目 没收时间空间的犯罪 只要过相团成功 就完成心目停输 心事更方便 大家会记得到 在静博点注心目交水博物榜站 下在高丽所在病断足料 心目系统软体喔 有人在吗 救命喔 你好 我是主纪总厨的风扎丸 政府透过十九月令理事丸 调查中央酒业和私业的总控 来做市政金顾 我是风扎丸 请一期令理事丸调查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